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位公主 说起公主 那是皇上的女儿 千金小姐 金枝玉叶 很多人觉得呀 公主就是一个负责在皇宫里头 貌美如花 一辈子都在享受荣华富贵的人 那是所有女孩子心向往之 梦寐以求的梦想 然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位公主 却是恰恰相反 她是宋朝颜值最高的公主 受到了父亲的牵连 才遭到了这样的灭顶之灾 最后被敌人俘获 成为敌人凌辱的对象 不到两年时间 便因古道破裂而死 俗称刚裂而死 这位公主便是宋徽宗的最宠爱的女儿 宋朝大奸臣蔡京的儿媳妇 茂德帝姬 封号延庆公主 名字叫赵福金 中国古代皇帝的女儿 基本都叫公主 为什么叫帝姬呢 因为文艺青年宋徽宗觉得 公主这个称呼太俗了 于是蔡京建议改为帝姬 于是延庆公主就成了茂德帝姬 宋朝自赵匡印黄袍加身 传至宋徽宗一直都是一个强盛的朝战 如约赵匡印背久士兵权 宋朝呢都是以文制武的统治制度 导致国强而兵弱 恰恰这个时期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分别出现了军事强国大辽和大金 由于大宋与大辽因为燕云十六周的归宿权的矛盾 暗地里跟金国合作一起灭了辽谷 然而北宋与金国合作那无疑是鱼虎猴皮呀 合作那是要建立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水平上 面对激弱的宋朝 金国并没有把这个结盟当作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北宋实在没有那个能力攻下燕京 那还得靠金军 这也给了金国不把燕京给北宋的理由 北宋方面不断地谈判 而金国表示说看在合作的面子上 勉为其难地归还了一部分补偿 但是不白给呀要收钱的 这可不是一笔小事 除了最开始的四十万岁币以外 还要每年都给金国二十万鸟白鱼和一百万贯钱 那北宋那边相当于花钱买了几座空城啊 还每次次地捧回去静过 如果说一开始金国对北宋还有一点异胆的话 那么经过这些事以后 金国对攻打北宋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于是败兵攻打北宋 宋飞宗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 丝毫没有皇帝的担当 一心只想着保命逃跑 连忙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宋秦宗 宋秦宗召唤上尉之后 急动难反啊 金军几次攻打 一直打到开封 还讲不讲的说 只要不送皇帝亲自来他们的军营议和 就分离兔兵 并且要陪送皇帝写下读乡书 北宋这事也如同案板上的羊啊 只能听国说什么他们就照着罢 原本金军指名要宋飞宗建 无奈之下儿子宋秦宗就自打了 在金军的要求下宋秦宗写下极具卑微讨好的投降书 北宋和金国此时的关系 它就好比老鼠和猫 猫捕获老鼠之后呢 并没有把它直接吞下肚子 而要玩弄它一番 在这之后呢 金国不但把北宋当成了提款机 甚至再次要求宋秦宗来金营 宋秦宗被逼无奈之下 只好前往 一国皇帝呀 在金营之中是受尽屈辱 饭也不可以吃 寒冬腊月只给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 还要日日陪笑 虽然北宋官员多次请求 说金人呀把皇帝还给他们 金人表示说放回去也可以 但是要用钱赎 朝廷的钱远远不够 那便从老百姓家里搜刮 可怜百姓们既要遭受金人的侵扰 还要遭受朝廷压迫 到了最后 实在筹不起那么多钱了 就用女子抵战 难怪后人对这场灾难深意为耻 已经将宋秦宗当成阶下囚的金人并不满足呀 还要宋徽宗也来到金营 宋徽宗是战战兢兢不愿前去呀 但是此时此刻已经由不得他选择了 父子俩在敌营相见 相望无言只有泪千行 一个朝代的灭亡 意味着皇室的好日子到逃了 迎来的将是成为屈辱的独立 而茂德帝基则是这么多个公主里面最先送到金国受屈辱的公主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长得好看 皇帝尚且是这个代理 就不必说宫中嫔妃公主以及其他宗室子 金人为了进入他们的胜利 将两位皇帝和所有皇族亲劝通通带到了金国的宗庙举行 牵羊礼 牵羊礼的意思是 把所有俘虏脱光一丝不挂 只披了一张羊皮 由金人拴着脖子走 就好像牵着牲畜那样 连女子也是同样的待遇 不说在古代 就是在现代来说 这种对待俘虏的方式也是无比的耻辱 更不用说在古代的时候 非常看重女子的真结 此举几乎是要她们在真结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 于是当时的皇后在举行完牵羊礼之后 自尽身亡 其余被辱来的女子大多数都为辱为娼 不堪其辱选择自尽的也不在少数 女子尚且如此真烈 当时北宋两位皇帝是选择苟且偷生 在金人眼皮的底下唯有诺诺苟且偷生 并且在静康之后 道学家更加重通的反而是妇女的真结 反观汉朝皇帝都可以迎娶二婚的女子为后 汉武帝他妈王皇后就这样的女 明星时期为女子立起来真结牌粉 可见古人对女子的磕磕 茂德帝基赵福音是宋徽宗赵集的第五女 十六岁嫁给北宋宰相蔡金 就是《诗图传》里头提到的菜师大奸臣 他的第五子蔡条 跟蔡条生有俩儿子 静康之变的时候 赵福晋的宫女李氏先被金军伺服 在金人面前详细供查的内容 因而他被金国二皇子完颜宗旺之名所谣 完颜宗旺 金朝二皇子完颜阿渡达第二子 蛮人的幸福 五大三粗相貌了头 开丰府在宋徽宗的徐扯下 将他骗了 加入第一批献给金兵的歌迹舞女 将其灌醉之后送给完颜宗旺 此时赵福晋二十五岁 四年完颜宗旺 感染伤寒病死 赵福晋又被传胜给查理 短短两年以后 猫得地基就被转手起刺 百般折磨之后 最后死在宰下完颜西医的宁寨中 享年二十六岁 而且流传的词音是古道破裂 古道破裂这种词法在古载是有极其屈异的词 古道被称为后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钢门 因此古道破裂是个就是钢裂的词法 可以想象这个堂堂的照顾精神的词法 顺便提一下宋徽宗二十一个女儿的下场 有九个被金军将领霸战 其中三个被折磨至死 三人在战复营被折磨至死 其中八人被送进幻地院 是金州王室玄女收押法的地方 说白了就是金国的皇家青楼祭馆 有一个很例外被送回到了赵沟的身边 但却也没能活很长时间 是金州王室玄女收折磨至死 是金州王室玄女收折磨至死 意思是金州王室玄女收折磨至死 为一 bombard com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